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LPL派克首次登场 但此前R文迪是被搬了五把 终于放出来了 阿旗罗都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最后派克还是作为了中路未到 奥拉夫现在是选择赛事 看一下这里直接定 定到了推了 推了交闪现 躲掉Plex的大招 可以看一下这里想走 但是已经交过闪现了 一下平A 这也是让Plex收下人头 但是Saufen也走不掉了 双方是一波中野互换 Saufen知道这波走不掉 闪现也没有选择 目前的话 阿旺军重心不在下路 看一下上路的回头 长虎压得有点凶 自己没有闪现压 这么凶是有点不应该的 对 而且后方的话 奥拉夫虽然来了 但是他们在三角草这块 没有视野 这里勾一下 勾到 打出一个强攻 赶紧一个异技能走 但是中路又是一波三 一波三包一 直接击杀掉了推了 这里是一波传送 是圣枪哥的一波传送过来 推了没有闪的 这里要被柱子卡了一下 一Q拉回来 踏到三层中间 最终是被Plex的Q2段收掉 视野盲虚 这里看到了Mark Mark这里是没有闪现的 Mark这里原地 焦哥今天想等队友支援 小红过来 但是看了一眼 决定把队友给卖了 兄弟会记住你的选择 势在必合 因为现在他的上单 是有 他上单是有TP 但是派克没有 不过这波 弗兰佐治决定走过来 这里留到一个推了 推了血量下的有点残 一勾勾到 回头给一个大招 听到两个人 这个交TP 交TP的是一个凯南 凯南进场 开到这里 这里是被勾了一下 这个位置好像状态 不是特别好啊 还差一下 A一下 不过弗兰佐 这是没有交出自己的大招 正面已经阵亡了 中单和辅助 LNG这波打的是 有点 这里是没有闪现的 直接过来 一技能 晕到 拉回来 拉到自己的打野旁边 特技强 这是弯道减速一下 交给一技能 赶紧走 拖的时间有点久了 蓝佐要交代了吗 后续小鹏 有大招的 直接过来 交个闪现 不让被动回血 这里给抓到机会了 这有两个人 有三个人来抓他 没想到 躲过了一个 却躲不过三个 LNG是在 有停线 所以在中路的 这个手线能力非常强 只能用峡谷先锋 或者团战来推 这里Mark选择开了 但是自己位置 跟队友分开了 正面只有三个人 侧面踏好过来 没有大 凯南没有大呀 这一波 看凯南的位置 直接过来 交给闪现 小流阿修罗 阿修里交给闪现 赶紧走 但是旁边推了 已经收到了小段的人头 这里还非常果断地 开个车 想要故意抓下 阿修罗 直接闪现过来 自己非一级能定造 再吃一个 你口大招 人头是被弗兰朵给收下 而且弗兰朵还可以 继续斩 这个人头弗兰朵又收下 看一下能不能再斩一个 波上有点不太够 小红这里扛在前面 被勾了回来 看一下自己能不能 斩出来 这扛一下塔 再一斩 翻朵收下一个大杀特杀 这里应该是 看一下可以斩昌宏 不过这里能不能回血 逆水事情开始回血 这里看一下能不能走 又一斩 又收下一个人头 回头一Q 没有收到 但是人头 嘎拉是可以收下一个终结 现在是不是想来 下路干凯一下 阿修罗想要来 抓阿修 直接大招过来 一技能留下 直接打一段控制 想要留下推了 推来让最后一点血量 闪 不然从闪现镜头 给视野 旁边这里勾一下 两个人的血量 都不是特别好 交闪现出去 躲下Q 平A一下 最后还是被昌宏 收下人头 这边是拿了一个终结人头 直接开笼了 这波开笼 阿修罗才刚刚复活 而且还没有传送 现在不然走 大招还差一点 时间好像还差一点 直接 这里是开了一个大招 想要过来 小段这里 是被留住 自己应该是走不掉了 人头是让推来收下 闪现躲掉这个Plex的意境 开始又动龙 LNG好像没有发现 看一下打野能不能强 直接龙被DMO拿了下来 回头看一下 LNG是不是要打团 现在正面团战 两边都是有一战之力的 现在留下 留到是一个推了 推了被勾回来了 张处克闪现 这勾没有勾到 旁边昌宏是有 被发现的 还没定在原地 这边是先把小段给收下 但是看一下旁边 这个Plex大招大来不错 这一斩收掉的昌宏 波兰多可能斩起来了 这一斩被闪现躲掉 过后去LNG应该是可以收下 正面的团战了 留下来这边的一个GALA GALA被打出一个撑戈甲 站起来之后应该也是没有办法的 人头是让阿修罗拿下 最后是打了一波 二换三 其实这波打完之后 双方都是可以接 就是他虽然说 刚才拿了大龙 在这边拍了 勾到了西威尔 西威尔这里失了一个大招 过后去没人跟上 GALA赶紧走 现在自己是交了一个闪现的 这一波被勾到有点不太谨慎 直接闪现 给人注册再勾 勾到一个加利奥 加利奥这里有点危险 这是一波野辅的互换 不过这个派克是空大了 我都勾一下 超红这大招放的不是特别好 将近是一个空大呀 这是一波打野和 这波是带人 自己开车过来 一个人来了 声通机西这一波 但是塔的不能掉 再勾一下 勾到一个小鹏 小鹏赶紧开一个大招 往后撤 自己实在太脆了 正面还是没坦克啊 这里 再勾 勾一下 勾到一个凯南 一技能 还没有留到 旁边瑞斯定一下 扫粉 扫粉大招还没开 原地上方开了一个机身 这里 再勾一下 GALA这里 MARK这里上来 交一个阵架往后走 不过这里有点危险 这边阿平A 阿修罗坐下的人 阿修罗直接开个大招 向前要说GALA GALA被打出一个成歌甲 一个W技能 这里直接被 打出来了呀 后续感觉LNG 应该是一波大获全胜 Flyce开出一个大招 虽然被推了 闪前躲掉但是推了 自己一个人回去 应该也没有办法 手机递了呀 小鹏这里想要断兵线 但是自己 再往哪里走 有个泰坦如影随形 小鹏这里看了一下 你走 这是谁追谁 两个人 互相扯头发 扯来扯去 好像没个结果 不过这里LNG的粉丝来了 喷得好痛 哇好疼 直接喷出一个春歌甲 这样的话 在瑞兹阵亡之后 LNG应该是可以通过 冰险中路移国 结束比赛了 这场比赛 因为时间比较久 这个复合时间 已经没有办法 再做防守了 而且圣强哥 又是去缠着小鹏 就是不让他回家 我们恭喜LNG 获得BO3的第一局胜利 这场比赛 双方还是打得比较僵持 因为来到了中后期 基本上两边的关键装备 就是关键英雄 DMO一直都有经济领先 但是还是这个问题 他们的容错率太低 而LNG找机会能力太强 他有一个柱子 两个钩子 这个让DMO非常头疼 因为他没有一个人 吃掉这钩子 一吃钩子 或者只要吃到柱子 那很有可能 就直接打出一条命了 这边全场输出最高的是 阿修罗 阿修罗最后一波团战 也是打得非常的果断 这边是给到了 弗安州 8-2-7的派克 20.7%的伤害战比 伤害不高 主要是因为派克是一个英雄 就是他是合理黑头 因为是共享经济 你才骂这个英雄 共享经济第一人 这个好 这是推拉招牌英雄 这个就阵容拿下来 就是DMO最擅长的一套打法 从以前叫SDG的时候 推拉就特别喜欢用时光 还有沙皇 包括之前在LDL的时候 也是非常就是 惯用这个时光 基本上很容易上班位 现在是 这里弗兰朵有闪现 谁看一下 直接过来要晕 晕到一个条 这是让长虹收下人头 这个也是 前期线上有点失误 他闪现也没有交 这波闪现 你觉得如果闪现交的话 有机会拉一下时间 让晕草虫这边顶起来 旁边Plex也过来了 巧红被收下人头 而且现在挖局 还有大招的 这里看一下 顶起来 人头是让Plex拿到 对 没放大招 是想好 这个人头是要分配的 时光这个英雄还是 挖过来 也不敢继续 直接盖 旁边时光要给两个炸弹 直接用大招 躲了一段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大招 大招复活 这里 Plex放了个大招 规避一下对方的后续 追击 Plex大空了 其实也无伤大雅 哇Plex打好凶啊 中路在没给到镜头的时候 是推了和Plex进行了一波互换 但是这波打完 好像 推了推了推了 推了这里没有闪现 有个复活 旁边小段也来了 哇 居然在12分钟 来了一个四包二 再给一个立场 我看推了心里苦啊 这AD都想来蹭口汤 弗兰朵收到这个人头 虽然阿修罗是走了很远 想用自己的虚空索笛蹭蹭一下 但是 哎 这里想要动吗 这已经交完了E技能 火箭奥带再给一个大招 弗兰朵有点危险 平A 再平A 还差一下 一个盾 但是旁边没有人 一个E技能 唱红抽下了一波单杀 这波也算是能够安慰一下吧 哎 这直接干弗兰朵 弗兰朵这里没有闪现的 原地给了一个立场 旁边小灯过来想要揪一下队友 二连顶一下 但是小鹏这里依然是可以走的 下来 这DP下来的是一个凯南和时光 下来的时候赶紧给这个 这里双转暗影 是已经看到了昌红的位置 这打大拢是开玩笑的 虽然有土龙加持 但打大拢速还是慢呀 小鹏这边直接被喷到半血 然后PLEX闪现E技能 一出一个闪现 对 中路二塔不好防守啊 中路二塔的回防路线要走很远 这波打龙 如果非要解释的话 感觉是DM在试探自己打龙的所有 好像知道三脚槽有人 现在想要过来 W是已经流到了 这里 BARK这波 大招想要流 想要逃跑 但是下来就是一个牛头 小段在这已经等候多时了 旁边推了 推了这是给一个加速走了 但是自己打野已经没了 没有打野 那正面怎么守大龙呢 昂基这波感觉是找到了机会啊 守大龙就只有昌宏的一波 天雷进场 对 大家是有机会 昌宏是有闪的 天雷有闪 有闪 然后有火箭腰带应该是 但是小段这个位置 这里是已经看到牛头的位置了 昌宏如果这一波不能闪现进场 电四个的话 那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PLEX有大招 这里先放一个立场 小段这两个人 兵器两个龙是已经直接拿下 小段这里有点危险 不过这波进场 虽然打得非常无缩 在那边卡扎一秒掉了 回头是不还要继续打 PLEX这里已经没有大招 自己现在挂了一个炸弹 在一个炸弹爆炸之后 是让中单的推了 收掉了这个终结人头 不过可以进攻 在娃总过来 这波危险啊 这里位置已经被发现了 还有大 有大可以先放大 先约人 大后是PLEX W过来 而且桑红给了一个大招过去 又给了一个减速 PLEX收下来人头 然后吵的眼卫 这里直接顶开 大龙坑一人没失业呀 不知道总已经被拿下来了 昌宏这里看一下怎么进场 正面 加辽已经率先阵亡了 昌宏在这里好像不是特别好进啊 小鹏的位置又跟队友分分开了 昌宏进来 但是已经走了这个位置 二九楼再拉一下大招 原地开一个金身 昌宏的进场也是被化解 原地开一个大招 这里小鹏应该也是走不掉 开了一个小鬼石板甲 是要给了一个炸弹 然后这里有个加速 好像是溜掉了 不过这里 虽然干了精力 换掉了骚粉 但是自己最终也被 圣安根给收下 二九楼还在最后一下 这里是收下一个大杀特杀 W技能没有中 对了 有闪现 过来闪现一技能被闪现躲掉 没了呀 有小鹏在旁边顶 应该是直接顶 直接把小鹏给顶走 开个大招 这里小鹏下去 但是没有太好的作用 自己进场之后 有人被阿修罗给收下人头 小鹏这里还没死 这真的是承担了一万吨的伤害呀 好红 从这个位置 小鹏家这里 还叫做一丝 一丝 是直接收掉了阿修罗 不过这里 LNG化成全员铁分毒 两个人TP过来直接偷家 我的天啊 这个中山的TP 是断绝了 LNG DMDOMINES想翻盘的希望 LNG通过偷家 比较的比赛 我们恭喜LNG 以2比0获得比赛的胜利 是的 这场比赛 可以说是 LNG他从早期的这个线上 就是拿到了一定的优势 然后并且 虽然比赛 而且也没有让凯南 打到太多的人 但是 就前期这个阵容 本来只要军事发育到 中期是挺好打 但前期的时候 被森林抓太多次 而且 这种几锅三包一 几锅三包一 推了 估计打的 在中国已经没法打了 很难受 因为时光这个英雄 他本身 比较多运动 远离伤臂 那比赛输出最高的是 圣山哥 他在上路刷了个手 这个英雄 维格托在 就来到 后期 中后期的时候 他在团战里面 放一个大招 能刷好多伤害呢 然后 这把前期节奏 小红有点崩 跳起来 好 是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